随着9月亚运会的日益临近 为了给各轨队以及赛事保障方面一次演练的机会 亚洲电竞协会就搞了这么一个开胃赛 名叫亚运征途赛 中国队并没有派出真正的亚运选手 而是给了北京微博一次为国出征的机会 胜批五星红旗的帐袍怎么看怎么帅 简直不要太酷了 这比赛呢论实力 咱们国家队那肯定是独一档 观赏性放一边 趣味性是到威了 瞧瞧这直播间正式的 不知道还以为是玩者新闻联播呢 我是本场解说刘宁 大家好我是解说张康 前手介绍环节 林儿还是懂介绍的 一本正经的介绍温州小伙林亨 现在画面当中的暖洋 是一位来自温州的00后小伙 令我感到差异的是 玩者比赛的参与度还挺高 除了多南亚的国家之外 像西亚的斯里兰卡 乌兹别克斯坦 居然也能派出队伍来参加 越南队首发主力 甚至还有女队员 玩的是游走位 像极了传世局的混子鱼 拳手适应玩者亚运版本 我觉得刀问题不大 难度更大的应该是解说 听了平子的解说 我感觉是惨遭大学啊 再也没有当年 他出了一个名刀私密的锐气 而是像一个没有感情的阅读机器 甚至开场还有小白解说 讲解游戏规则全程不能用 专业术语 水晶叫大本营 Buff叫蔚蓝石像和新红石像 这确实是个考验 地图上的对角线的左下右上两个顶点 是双方的大本营 整体可以看到是分为一个蓝色方和红色方 率先摧毁到对方大本营的一方呢 就可以获得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了 是的 野区的话是我们王者峡谷打野英雄 获得经济收益和经验收益的主要来源了 没错 而且在四分钟前 他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代表队不断地对于 蓝野区发起入侵和骚扰 实在憋得不行的林二 当暖羊拿到医血之后 瞬间爆发激情怒吼 最后场面直接尬住了 好 在中作草 发起了进攻 暖羊拿到了首个击败 玩者奥运版本跟国父版本 英雄略有区别 这一局比赛对面这个甲克虫 是打野纳克鲁鲁 而中国队这边子墨玩的是项羽 中单花卷玩的是银阵 其他英雄都跟国父没区别 看咱们是如何玩虐对手的 而花卷一人在野区追击着周瑜 将A子给逼退 而且一般会容易在团战爆发的时候被针对 这个未来实相 克里纳卡率先进去 先打了一波 但自己的状态被压下去了 花卷的卡丽用自己的大招 率先获得了一个击败之后 而太阵人给了一个护活 将倒下的子墨给拉了起来 就是花卷卡丽的一个大招 把人全部给逼退 又来了 星宇主动上去 补了一个闪现接控制 再加上孙上香的一个大招 让乔西拿到了这个击败 是的 克里纳卡现在是非常难受的 无论是未来实相还是星红实相 他都没有办法拿到 对 是有张飞的 看到CHU 一个人蹲到了花卷的卡丽 但是此时子墨过来 做了一个拆火 闪现过去再接一个普攻 在主宰坑的位置 完成了对CHU的一波击败 中国代表队给到CHU这名 打野选手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又来了 短阳一个人上去 把视野全部压住 再配合花卷的卡丽 成功地留下了路易斯 并且又将后果 阻在了二塔的后方 是的 场上的实施胜率 中国代表队已经来到了78% 已经到了9000的经济差 又来依旧是星红 太一支人上去补了个控制 乔西 一个后排的英雄 交出了闪现 到前方去留下了周瑜 开团非常的主动 下路带着兵线 中国澳门代表队 能不能守住这一波的攻势 大尼交出了大招 再用一技能顶回了两个人 还有兵线 让我们恭喜中国代表队 十分钟 零龙零塔零人头 我就想问一下 九分多钟的实施胜率大老师 你是哪来的勇气 只给中国队78%的 剧情都发展到这了 给个98% 也不算过分吧 赛后采访期也是趣味多多 带着眼镜的暖羊 再配上这中英文采访 像极了参加国际奥数的学霸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佳豪 现在站在我旁边 是来自中国代表队的 打野位选手 暖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国代表队的暖羊 欢迎来到 这几天也针对这个版本 就是做了很大的研究吧 然后这几天也 看了很多场上的比赛嘛 嗯哼 OK 我们在这种资格上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在这些资格上看了很多 视频 从这些资格上 所以 他们已经选择了这资格上